他应该是在准备食品的过程当中 他应该是有戴帽子 这个帽子戴上去之后 不应该让他的头发有掉落出来到 忽然食品的气味 然后呢也应该戴上口罩 口罩要蒙到鼻子以上 然后也应该要戴手套 这个可能会到热令停业的这种阶段 他如果说有这样的这个 违规的这个情况的时候 可能会罚到这个新台币 这个大概15万 消息会认为这段影片是真是假 还要经过查证 也希望po网的网友提出具体的证明 才能厘清真相 不过后来因为有一名 自称是披萨店负责人的网友 表示不排除提出告诉后 这段影片没想到随机就被删除了 你的新闻教授 刘世伟 台北报导 餐厅员工在厨房恶搞食物 这种行为其实不止在台湾 在美国还有日本都曾经出现过 像是美国某一家知名 连锁披萨店的店员 竟然一边做披萨还一边挖鼻孔 那么日本知名连锁牛肉饭的餐厅店员 则是在厨房里面 拿着要卖的食物来恶作剧 还拍下个过程po上网路 美国知名披萨专卖店的员工 看起来好像正在努力工作 但是仔细一看 奇怪 这位员工怎么把起司条 放进自己的鼻孔里面 转一转再放到面包上面呢 后来两位员工还一起嬉笑打闹 更夸张的是 这位男员工还把火腿放到自己身后 用力地放个屁再继续工作 同样是在美国 这个知名素食店的员工 为了庆祝自己生日 想出了在厨房里的大水槽洗澡的点子 而且还自拍把画面放到网路上 把过程自拍放到网路上炫耀 最后的下场不是被网友炮轰 就是引来当地卫生官员关切 知名连锁店方面为了杀鸡儆猴 也对这些员工进行开除或是惩处 但是消费者对餐厅厨房的卫生 失去信心恐怕才是最大的损失 年代新闻 李家方编译 下节新闻重点带您关注的是 台风来了 沿浦渔港的海岸线恐怕有滔风的危机 居民非常担忧会发生海水倒灌 以及带你看到新闻李医师 第一场法师